第兄姊妹,早安!歡迎大家來到今天我們的主日學。 開始之前,我們做一個低頭討告。 恩主,多謝你,多謝你心恩,你讓我們今天有機會一起。 我們雖然在家裡不能回到堂子來敬拜, 但是你讓我們一起的,能夠同心的,有機會在網絡上來敬拜你。 我們多謝你,也求求你繼續祝福我們餘下的時間。 你藉著《撒母耳記》上十九章,你繼續用你的話語來模造我們,祝福我們。 讓我們有一個謙卑受教的心,你藉著聖靈,透過聖經向我們說話, 以致我們能夠在當中支取到你要給我們的力量,面對每一天的挑戰。 聽我們討告,感恩祈求,是奉耶穌基督的命。阿門。 好,弟兄姊妹,我們今天講奇妙的保護,就是神怎樣用一些奇妙的方法來保守他挑選的仆人大衛。 複雜一下第十八章,大家記不記得說什麼?就是有一個結盟, 大衛和當時的地位相當於太子的約拿丹,有一個好像是結盟,甚至比桃園三結義更加重要的結盟。 就是約拿丹把外婆也除了,把自己的刀給了他。 當時大家如果記得上課,這個外婆,這些是代表一個人的身份,是一個很正式的結盟。 在當時看到,他和約拿丹的關係很好。 亦都是大衛女立戰功,很多人就說,婦女唱歌,又說到的時候,蘇羅就非常妒忌。 在當時,蘇羅一直就開始起了殺心來殺大衛,因為他威脅到他的皇位。 亦跟他的兒子約拿丹那麼好呢? 日後,約拿丹今天給了一件外婆大衛,代表自己太子身份的外婆。 日後,會不會連皇位也還給他? 這是一個引起殺生之禍的一些原因。 今天看看野來殺生之禍的大衛,雖然被神簡選, 但是他仍然在當中看到他人生當中有很多危險的生命之中。 其實對於我們今時今日處在疫情的大兄姊妹來說, 我覺得是很貼切的感受。 我們都是處在一個很多時候危險的當中。 我們不知道病毒來我們多接近,我們不知道危險來我們多接近。 但是我們知道特別是這些病毒對我們的生命有威脅。 就像當初蘇羅的意念和他的一舉一動,對大衛的生命也很有威脅。 當時他是三番四次,用中國人的誠意說,一直要殺大衛。 當時他是國王,他很有權力。 他的陰謀是否得逞呢? 那神就怎樣用一個奇妙的保護來保護大衛呢? 今天我們看看,很特別吸引引人入勝的一個故事。 就是奇妙的保護代表他的方法是奇妙。 對於我們疫情中的大兄姊妹,其實是很有共鳴的。 就是我們都很需要神奇妙的保護。 就是用人想不到的一些方法來保護大衛。 那用什麼保護大衛呢? 我們今天看,主要有兩個方法。 第一,就是用敵人的兒女。 用他的兒子和他的女兒。 這個很特別。 約拿丹是他的兒子。 按照常人來看,兒子當然是幫父親。 而是太子當然是自己的皇位為先。 將來要繼承皇位。 我們看得更多的宮廷。 太子也不是什麼好人。 都是為了皇位。 什麼都做得到。 沒有大衛,沒有結拜的兄弟。 親兄弟也可以殺的。 太子也是威脅到皇位。 神竟然用藥。 但是還有他的女兒。 兩個女兒。 當然說大女兒。 本來是嫁給大衛的。 但是外父素來又失弱。 就是失弱。 米甲的小女兒很喜歡大衛。 兒子也喜歡他。 女兒也喜歡他。 大衛。 大衛又幫助米甲的小女兒。 幫大衛逃亡。 這位公主。 用太子和公主來幫助。 第二就是用聲明來幫助。 這是很特別的。 這是直接干預。 幫助大衛在逃亡中的生命。 而是有保守。 又說到是抓大衛的人被聲明控制。 他做不到他自己想做的事。 傷害不到大衛。 我親自可以這樣。 亦是在當中看到他有行動。 今天其實是我們作為神的兒女。 給我們很大的安慰和盼望。 神其實是有能力在這個動盪的細局。 在疫情當中。 他完全可以用我們想不到的人事來幫助我們。 他更加有這個聖靈直接的來保守我們。 讓我們看到我們在這個危險當中。 在世人都面對同樣的危局當中。 我們的盼望在哪裡呢? 我們的幫助從何而來呢? 其實今天是讓我們透過這個記載大衛的經歷。 讓我們熟臣的人很多的安慰和提醒。 我們看看這個故事。 蘇羅對他兒子約良丹和終身。 要殺大衛。 蘇羅的兒子約良丹。 他甚至愛大衛。 約良丹告訴大衛說。 我父蘇羅想要殺你。 所以明日早晨你要小心。 到一個僻靜的地方藏身。 我就出到你所藏的田裡。 站在我父親旁邊與他談話。 我看他情形這樣。 我必告訴你。 約良丹向他父親。 替大衛說好話說。 王不可得罪王的仆人大衛。 因為他未曾得罪你。 他所行的都與你大有益處。 這個可以看到。 在蘇羅平時就是暗中做。 但到一個地步他是公開來做。 出到口了。 這次是皇帝開金口。 說到的一定要做到。 差不多不能改變。 除非他自己想要改變。 在當中他跟神附大家。 不怕公開說了。 就要殺大衛。 殺和甚至喜愛。 剛剛約良丹跟他相反。 他不單不殺大衛。 他很喜歡喜愛大衛。 他偷偷地走去跟大衛說。 怎樣怎樣。 約良丹安排了一個場景。 就是他要勸他父親。 因為其實你知道約良丹呢。 約良丹的兒子約良丹滲愛大衛。 但是如果你看到下面。 他所做的事情。 你知道他也很愛他父親蘇羅。 這是一定的。 作為大兒子。 是嗎? 兩個人都愛。 那怎樣呢? 那通常做中間人。 或者當中間叫和時佬。 最好是大家。 因為兩個人都愛。 所以他因為這個愛。 他就安排了和他父親一些互動對話。 一個勸奸。 中國人叫做。 就是做下面對神附的。 對皇上的一些勸奸。 當然因為他認為他可以在一個僻靜的地方藏身。 這個僻靜就是暗處。 就是躲在那裡。 你可以看到外面。 外面的人不能看到躲在樹林之道。 即是在田裡面的地方。 所以可能是一些蘇羅平時會去的地方,當然不是王宮一田, 可能他出去經過或者散步,我們不知道, 反正是在郊野那裏,他知道明天他會去那裏,他陪他去, 當中他說有機會單獨的時候,我會勸勸他, 所以看到郊野那裏甚至喜愛大衛,他亦很愛白髮素羅, 當中他不想失去任何日方,郊野那裏很有計謀, 當中我們看到郊野那裏很有意義,單獨跟他父親說, 然後勸他父親,為何勸勸他呢? 就替郊野那裏說,不可得罪王的,用一罪字, 他都未曾得罪你,你無謂做這些損人不離己的事, 對你和國家都沒有益處,所以他勸勸他, 你看他是用和,他不和父親之間,用一個神博, 代表他是看重王的利益,看重國家的利益, 因為對你很有益處,所以你看到他不是一個兒子的身份, 是用一個神博的身份來勸一個王, 這裏是很有智慧的, 就是你不要做惡人,不要做壞人,因為他還未得罪你, 他拼命殺阿菲利什人, 耶和華為以色列人眾人大行拯救, 所以他提到他的功勞,提到耶和華在當中, 那時你看見甚至煙起, 為何要殺大衛流無辜人的血,自己取罪呢? 當然他講到,第一,你殺了他,沒有好處, 因為他沒有得罪你,第二,他就把神提到罪, 那其實這很不錯,你覺得很不容易, 自己取罪,那他意思就是… 你殺了大衛,第一你對自己沒有益處, 這麼有害子,最重要,後來提到, 你得罪什麼呢? 得罪神,這是個嚴重的事情, 你得罪人,你是王,当然你可以负得起那个得罪人的代价在一个国家当中,你有什么?生杀的大权,中国人叫做,君要神死神不得不死,也不是不忠,但是问题是你得罪神,你可以负到这个代价,自己取罪,这个是,所以你看到他的劝价是很有力量的,其实是, 所以这个是暗中相撞,这个是,表面好像是怨贱王,你都是为王好,为国家好,你不要犯罪得罪人,其实是帮大卫,很有智慧。 苏罗听了若罗丹的话,就指着永生的药,起誓说,我必不杀他。若罗丹叫大卫,把这世事告若罗,带他去见苏罗,他就仍然事立在苏罗面前。 当时,他当时是一位军事长,是将军之一,文武大臣列在这个殿上,应该是带位,就是其中一个大臣,神博。 他就继续来到这个朝堂施立,是这样的意思。 我们看看第六节,《起誓》,苏罗指着若罗丹,听了若罗丹的话,觉得很有道理,若罗丹又很有力, 即是觉得是,他就指着永生的药,起誓,必不杀他。这个起誓是可牵可,可圈可点的, 其实是,作为一个王,我们叫开金口,不要说一个王,一个人,你和神起了誓,你就应该是遵守。 但你发觉苏罗很快,他就忘记了自己的起誓,他又去杀大卫。 你看到人的软弱,看到苏罗那种软弱,看到苏罗不合格,作为一个王,你已经答应了, 你已经是什么,起了誓,但他竟然可以不遵守,那你对耶和华的誓言都不遵守, 你作为王,你看到他会有很多事情都会不遵守的,说句话不遵守,他也很不顺服。 这个又是另一方面说到为什么苏罗是不合格,为什么苏罗是被神弃绝,不是没有原因的, 其实是你知识耶和华起誓,必不杀他,你看看很快就推身回了这个誓言, 这个其实是得罪耶和华,是很重的罪,因为你起了誓, 当你杀大卫的时候,你就不单止是真是得罪人,你主要是得罪神, 因为这个是,我们看到是,他作为苏罗,他几个不体重与神的关系,几个不体重, 这个是神的誓言,几个不体重,就是他不当神是神,差不多是, 他很多时候是利用神,很多时候是表面上进行,你看很快反悔, 他是一个反复无常的人,素罗,难怪他的位必不长久的, 说完这位王子,或者是太子,说一下公主,她的小女儿, 素罗将他嫁给大卫,所以其实大卫是一区马来的,以后有了争战的事, 大卫出去与非利是人打仗,大大杀败他们,他们就在他面前逃跑, 从耶和华那里的恶魔又降到素罗身上,素罗手里拿着枪在座, 大卫就用手弹琴,素罗用枪想要刺透大卫,钉在墙上, 他却躲开,素罗的枪刺入墙内,当夜大卫逃走,躲避了, 素罗打化人到大卫的房屋那里窥探他,要等到天亮,杀他, 大卫的妻米甲对他说,你今夜若不逃命,明日你要被杀, 于是米甲将大卫从窗户除下去,大卫就逃跑,躲避了, 大卫又立战功,两个对比,看到他大大杀了他们, 非理事人是强敌,长时间来犹太,当时犹太人最强的敌人, 因为他们骁勇善战,但大卫神与他同在,祝福他, 不可以杀到他们很败,令他们大败,又立战功,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对比就是神的祝福,另一方面看到神的惩罚也好, 又有恶魔降在素罗身上,严格来说,他又很痛苦, 很痛苦,大卫又用手弹琴,手弹琴清醒一点, 但他清醒一点,一方面又有恶魔,另一方面清醒一点, 他的私欲又出来了,所以人有时不能全部怪得了恶魔, 国魔只不过是一个弱忍,挑起人那种邪恶的妒忌、欲望, 而苏罗就说,乘机,既然你在我旁边又弹琴, 你弹琴就是你没武器,都对了, 还拿着枪,载着屋里,很多人都不害怕, 伴君而伴虎,就想乘机, 刺死大卫,刺透刺死枪, 大卫就赤手空拳, 但是他躲避, 所以素罗的枪刺入墙内, 大卫逃走, 大家看素罗的枪都很利, 素罗也很大力, 因为他高人一头, 素罗也很高,很高大, 我很相信高人一头是比大卫更高一头, 大卫就伸手很好,闪开, 走了回家, 回家就打人到大卫, 规探, 所以规探就是, 周围很多的, 好像便衣也好, 拿着刀的刺客, 中国人叫做刺, 想刺杀大卫, 到时就, 大卫一个人就是, 力量有限, 那些刺客在外面, 循来循去, 我想, 米甲也看到, 知道外面那些人, 把守着路, 基本上就是, 明天就会动手了, 他就, 叫大卫, 你今天, 徒命, 明天你就要被杀, 他知道, 大卫一定要走, 这句, 米甲将大卫从窗户随下, 大卫就逃走, 躲避了, 这个圣经讲到, 从窗户随下, 下面一定是, 多数是承窗, 在窗户那里, 就不用在承窗口出, 圣经是几次提到, 大家记得是, 拉盒探子, 拉盒的窗户在承窗上, 在窗户随下, 当时很多屋都是这样的, 另一方面, 辛若, 甚至辛若, 保罗都试过, 在大马式, 那些人, 犹太人要杀他的时候, 那些门徒在窗户随下, 在窗户随下, 看到神的方法, 或者是, 很特别, 逃走, 逃出耶路撒冷, 是这样的意思, 逃走, 逃出耶路撒冷, 是这样的意思, 逃走之后, 那些人都要来捉大卫, 捉大卫的时候, 米甲将家里的神像放在床上, 枕头在山羊无庄, 头枕在山羊无庄的枕头上, 用皮遮盖, 苏罗又打发人, 捉大卫, 米甲说, 他病了, 苏罗又打发人, 看大卫说, 当年藏章的台来, 我好杀他, 使者进去, 堅堂上有神像, 枕头在山羊无庄的枕头上, 苏罗对米甲说, 你为什麽正欺恨我, 放我仇敌逃走呢? 米甲回答说, 他对我说, 你放我走, 不然他要杀你。 你会看到, 米甲为什麽这样做呢? 他的妻子, 当然是, 胎儿时间, 就是, 告诉他, 在这里睡觉, 病了, 那些使者要来来回回, 扫罗, 也叫他做些什麽? 又要抬一张床去, 很多很多, 这些做了之后, 就可能去了很多的钟头了, 那时候, 有利于大卫走远一点, 那些人追不到, 因为他一定会追的, 这个是阴犯, 所以, 米甲, 神就直着米甲, 这个仇敌的女儿, 这些想不到人想不到的, 来帮助大卫, 那这个是很特别的, 那有些解经家就, 比较有争议性的地方, 为什么大卫和米甲的家里有神像呢? 这个神像又说到, 在《创世纪》的很小的神像, 大家记得是, 《创世纪》, 在《创世纪》, 大家记得是, 《创世纪》, 即是当时的嘉南人, 神像一定是嘉南人的, 多数是, 那《创世纪》拿回来, 是一个艺术品装饰, 是不是这样呢? 《创世纪》, 还是他用来拜的呢? 《创世纪》没有说, 我们又没有特别的证据, 但这两边也有人说的, 一个是艺术品, 一个是用来拜的, 不是大卫拜, 可能是妻子拜, 因为知而此类, 但是《创世纪》没有说, 我们不知道, 这个是, 当然说, 米甲这里说大话, 来骗扫罗, 也情有可原, 因为他要救大卫, 他要拖延一些时间, 所以看到, 神的拯救方法, 是用想不到的人, 来拯救, 除了这方面, 我们说的另一个方法, 就是更加直接的方法, 除了利用人, 就是用圣灵的帮助, 所以有时用人, 有时亲自的出手, 圣灵, 大卫逃避, 来到拉玛, 拉玛就是 什姆尔的故乡, 即是他休回家, 见什姆尔, 将素罗向他所行的事述说了一遍, 他和什姆尔就往拿约去居住, 有人告诉素罗, 说大卫在拉玛的拿约, 素罗打发人去捉拿大卫, 但是他的人见有一帮先知都受感说话, 朕没有以站在其中, 监管他们, 打发的人也受神的灵感动说话, 有人将这事告诉素罗, 他又打发人去, 他们也受感说话, 素罗第三次打发人去, 他们也受感说话。 我们看到, 当大卫走的时候, 苏罗突然追捕他, 追捕他, 知道他去到哪里, 他去见撒毛尔, 因为当时撒毛尔虽然退休, 但是他仍是以前的侍师, 也是祭司在当中, 是以前的领袖, 也是他高纳大卫的, 他很有威信在民间, 他就跟他那里躲避, 就去到一个地方, 然后将素罗所行的事, 告诉撒毛尔, 撒毛尔就去拿约那里, 来居住, 拿约原来的意思, 他的意思就是居所, 或者是营地, 去到一个营地, 就是一个特别地方, 撒毛尔设立的, 有特别的功用, 当时圣经说, 撒毛尔有先知学校, 他扮演一个先知的老师, 训练一些先知, 很特别, 所以这个是, 可能是在拉玛的先知学校, 是这样的意思, 这个营地是一个学校营地, 是这样的意思, 当素罗打发人去捉大卫的时候, 这些你知是军人, 这些不是一般的使者, 拿着刀枪来抓人的, 我们叫做, 好像现在的特警, 警察那样, 当他抓人的时候, 他们竟然在当中受神的灵感动说话, 除了说话, 他们什么都做不到, 其实这个说话不是说愚言的意思, 说话是说一些赞美神的话, 就像哈利多亚那样, 那时候看到, 他们做不到他们应该做的事, 本来就要拉大卫, 拉不到, 还要受感说话当中, 当然这个是受感说话的一种敬拜, 就是一种向神说赞美的话, 看到圣灵那种亲自的出手, 又看到怎样来到圣灵呢, 其实是控制到一个人, 所以, 这个是神, 在特定的时间, 特定的事例, 特定的方法, 但是原则上可以看到, 圣灵是可以来到, 然后控制很多坏人的受感说话, 就是不由自主的说出, 赞美神的话, 那你只能做这样, 其他做不到, 拉不到人, 是这样的意思, 然后扫罗说, 这三次, 三次他竟然都做不到, 这么没用, 那他就确定自己来, 然后拉到西古的大井民主, 三好二的大位再拉, 不然他扫罗自己去, 一定不是自己一个人, 估到估到, 有起码有一千几百个御南军来跟着他, 是皇帝, 来拘捕人, 他就往拉玛的拿药去, 这个是追捕, 暴杀大位, 他的目的就是, 但是神吉林也感动他, 一边走一边说话, 直到拉玛的拿药, 他就脱了衣服, 在撒母耳面前受感说话, 就一夜, 裸体躺恶, 因此有句俗语说, 素来也列在先知中吗? 素来竟然可以列在先知, 那这班先知就是那班学生, 那班叫做不失无意的先知, 学校的学生当中, 这个不是一个, 说他能够做先知不是这个意思, 其实也是一个贬义来的, 其实是, 最小的先知都不如, 先知学生, 你是这样的意思, 你看到, 神的灵, 在当中也控制了素来, 其实就, 说了给大位听, 神是有任何的方法, 来到保守要杀大位的人, 看到, 神是可以做得到的, 人有没有这样的信心呢? 人在当中, 这个是如何交托神呢? 很特别的, 这里是说到, 也说到是, 为何是露体躺恶呢? 他失控, 可以说是, 失控, 也在说一种的惩罚, 因为露体躺恶当时是一种, 耻辱的羞恶, 就是当你敌党神的时候, 当你做了恶事的时候, 带来的就是羞恶, 这个很丑, 也没有人想露体躺恶, 特别是一个黄, 那你一个黄露体躺恶, 就好像, 好像我们叫做, 傻了, 癫了, 那这个时候, 其实这个时候, 那就是很羞恥的事, 一个这么有威严的黄, 现在就变成了, 一个神经, 或者是一个小孩子, 不受控, 那时候, 对你的黄的威信, 很有影响, 但是, 有人说, 这是一种神的警告, 神的惩罚当中, 你看到, 素来又很反复的经常, 在当中, 让我们看到, 神出手, 用我们人想不到的方法, 来到, 在当中, 阻止, 素来, 来到, 追杀, 这个大卫, 这个是, 大卫, 在当中, 神用特别的, 奇妙的, 人想不到的方法, 来到保守, 属去的人, 那今天, 我们知道, 看不到的, 你就算是, 大卫当时, 在那儿看, 人看, 这帮人, 跟着, 在那儿, 不由自主的, 来到讲话, 那这个是人看, 看到的, 但是, 看不到的是什么? 圣灵背后的, 出手的动工, 神的灵, 其中的能力, 提醒我们在疫情的当中, 弟兄姊妹, 我们都有很多的忧虑, 我们都知道, 病毒都很危险, 相对于大卫来说, 素来很危险, 素来派来那帮人, 那帮人也很危险, 在危险的当中, 你看到, 神的保守, 今天, 我们有没有信心, 我们虽然在危险的当中, 我们都在, 这个仍然的, 疫情的, 流行示弱的当中, 那我们来到, 交托神, 深信神, 仍然的, 有他特别的方法, 来到是, 保守我们, 那这个是, 今天, 我想是, 很大的, 给我们安慰, 和平安。 我们来看看, 一首诗, 一首诗就是, 施篇59篇, 施篇59篇很特别, 因为刚才那个, 案例, 或者经文, 来到是, 有这个, 写作而成, 很特别的, 看看, 看看, 这个, 大卫怎样说, 施篇59篇, 施篇59篇, 扫罗打费人, 窥探大卫的房屋, 要杀他, 那时大卫用者, 金诗交予灵掌, 调用优耀毁坏。 这个, 这个写诗的时候, 已经是大卫做了王了, 在敬拜当中, 那时候写的, 不是当晚写的, 这个灵掌就是, 在圣殿, 或者是司班长, 当然能够交给司班长, 就是, 大卫很多年后, 他做了王之后, 死守诗, 纪念, 当时他被扫罗围住在家里, 他说, 我的神啊, 求你救我脱离仇敌, 把我安置着高处, 得脱那些起来攻击我的人, 求你救我脱离作愈的人, 和喜爱流人血的人, 因为他们埋伏要害我的命, 有能力的人, 聚集来攻击我, 耶和阿, 这不是为我的过犯, 也不是为我的罪险, 我虽然无国, 他们预备整齐, 跑来攻击我, 求你兴起检查, 帮助我, 万军之耶和阿, 以色列的神, 求你兴起, 情治万邦, 不要连敏行鬼诈的恶人, 这诗诗是写到大卫的经历, 在当中他求神帮助, 他在当中是经历神的帮助, 这是59篇, 我们在疫情当中, 我们也是属神的人, 我们也是神拣选的, 我们也有神的帮助, 这个很好玩, 看今天我们的一些问题, 塑罗听了约罗丹的宗告, 就是喜势不杀大卫, 以免自己取罪, 但在大卫另一次, 盛罪后患事要杀他, 你认为他先前的悔过, 胃后不够彻底, 你有否想过不彻底悔改的危险性? 这个人悔改是很重要的, 但原来很多人, 像素罗那样, 他的悔改是不辭, 逼于无奈, 既然得罪神很严重, 但是他的恨还未消除, 他仍然未能对付自己的时候, 施育又出来的时候, 他的悔改是不够辭底, 大卫就不同, 大卫犯的罪是比素罗大, 借手杀人烏尼亚, 又霸佔了别人的妻子, 但是他知道自己得罪神, 相当的彻底, 因为他把自己的那些坏东西写在诗篇上, 然后叫斯坂尼唱, 就是唱衰自己, 所以真的够彻底, 所以彻底的悔改很重要, 悔改是重要的, 但是悔改不够徹底的悔改, 反复的时候更有危险性, 因为为什么呢? 你悔犯的罪原来是更加的大, 更加的得罪神, 更加的往下坡走, 提醒我们, 我们在神面前要悔改, 并且是彻底的悔改, 否则会死灰復燃, 春风吹游生, 这就很危险了, 所以对付罪要彻底, 对付很多自私疾道要彻底, 素来差异罪, 逢屋外窥探大卫, 以士基下毒手之事, 大卫你感受如何? 刚才我们读了59篇, 神啊,你帮助我, 神啊,我没有犯错, 神啊,求你也是, 在当中你来救我脱离这些恶人的手, 今天我们其实是, 我们面对疫情, 我们都要多多的祈祷, 我们多多的依靠神, 这个很重要, 太兄姐妹, 在这个19章, 神一共用哪些方法来拯救大卫等的, 我们可以免除素来的毒害呢? 你有没有像大卫这样的经历危险困难? 他对神的依靠给我们有什么激励呢? 是的, 看到的看不到, 甚至是, 有些人体, 约拿丹, 公主, 王子, 这些, 素来以为是, 素来以为是最亲近自己, 亲信的, 素来的骨肉, 仍然可以用这些帮大卫, 所以说, 神是可以用任何的人来帮我们, 只要神容易, 我们估不到的人, 这个是, 我们也可以用大卫这样来多多的, 以求神去帮助, 因为, 神是爱我们, 神是愿意顾念, 保守, 念悯, 熟祂的人, 今天, 我们和大卫的身上, 我们学到很宝贵的功课, 激励我们, 反省我们自己生命的时候, 我们要多多来依靠神, 在这个疫情的当中, 我们深信, 神会带领我们走出这个死阮的有局, 好, 我们一起的低头, 吐告, 恩主, 我们多谢你, 多谢你心恩, 看到大卫面对很强大的敌人, 这个当时的素挪王, 他身着一个很危险的境况, 很危险的环境, 他生命随时的不保, 但是看到神, 你用奇妙的方法, 来保守他, 是人想不到的奇妙方法, 你圣灵亲自的, 来保守他, 今天, 我们深信, 神你永不改变, 你是昨日, 今日, 永远的, 不改变的神, 你仍然的要保守我们, 帮助属你的子民, 求主, 你也是让我们透过学习你的话语, 我们对你的信心更加的坚固, 透过看到你行事的方式, 我们更多的依靠你, 以致我们有平安, 以致我们生命, 以致更多的经历你的恩典, 祝福我们每一个低头的, 听我们的祷告, 感恩祈求, 是奉耶稣基督的命, 阿们。 好, 大英姊妹, 我们今天的主要学就到这里, 宴神祝福大家, 以大家同在, 宴神都是, 在当中, 用他的话语, 兼顾我们的信心。 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再见。